印象中很熟悉的平溪 竟然有个没停过的车站 一天进出只有50人次 竟然还偷偷地藏着一座窟窟迷迹 在这里有奇特的创意料理 还有座低水欢迎 可保平安 欢迎来到菱角车站 这一次骑着摩托车前往菱角车站 走106线道 在平溪与十分之间 从这个交叉口绕进去 就会抵达菱角车站 这个车站真的很酷 因为它的铁道是一个大弯曲 从月台看过去 像在对你微笑 当地人也很浪漫地叫它 会微笑的车站 全台铁路239的车站中 名列第211名 它的乘客量 每天平均只有52人次 比某些大楼电梯的搭乘人数还少 是个人烟寒至的小站 往好处想 没有观光客就表示没有国度开发 是个亲近与值得一游的小站 吸引我专程来灵脚的原因 就是隐藏在这个界地下方的灵脚瀑布 从车站走个10分钟 就可以见到这个落差约11公尺 宽度约40公尺 在平溪仅至于10分瀑布的莲木型瀑布 因为这些不知谁能开造的石窟 与瀑布互相呼应 所以又称为灵脚石窟瀑布 在我后面的就是灵脚大瀑布 它这个瀑布 10分瀑布 尺寸小一点 但是呢 真的人很少 所以这是一个未开发的一个瀑布区 非常值得一游啊 从灵脚瀑布扛的设备爬上来 又饿又累的我 到车站旁的灵脚小吃用餐 他们的料理特色 是用当地知名的食材来入菜 我点了一份超特别的野浆花水饺 单的花香 让水饺不用沾酱就很好吃 但我还是觉得 如果有淡味的酱油可以沾 才有吃水饺的仪式感 炸猪脚也是很特别的料理 炸得酥酥脆脆 配着葱姜蒜 一边吃一边看火车 从眼前呼啸而过 这用餐体验可不常有哦 沿着这条路往上三公里 就可以抵达林延市 我选择骑车偷懒一下 因为这段路徒步走的话 大概要花40分钟以上 这座滴水观音的石像 是天然石灰岩 被盐水滴了不知多少年才形成的 假日可以来参拜观音 周边的环散步道设施完善 近期吸引了不少步道爱好者 以上就是这次的灵角之旅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单人旅游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部影片见 哦对了 回家路上 我又光顾了 时定的桂花香肠 吃得太开心 完全忘记了摩托车快没油了 差点推车回家 我们下部影片见到这里